今天咱們就不來撸蛇了 今天咱們需要幹點正式 那這個小傑伙去洗個澡 雖然說蛇看起來非常的乾淨了 甚至感覺不到有什麼可以髒的地方 但其實蛇是有定的體位的 你長時間不洗澡的話 那味道會越來越重 以其說是洗澡不如說是泡水 蛇洗澡很好玩的 基本上不用動 不用自己動手 完全不需要自己動手 只要給他們一盆水 他們自己就要解決他自己 咱們唯一要做的呢 就是稍微控制他一下 不要讓他亂串就OK了 看他基本上不帶反抗的 而且他碰了水之後會特別的溫損 個別蛇除外 個別蛇除外 蛇洗澡唯一的好處呢 就是他會自己解決他自己 不像貓貓狗狗 貓貓狗狗狗的話他可能會掙扎一下 但是他不一樣 他碰了水就老興碰了 就不知道為什麼就 特別的happy那種 性質又出來了 哦你們看 他就那麼一個劲的油 就那麼油 然後稍微停下來泡一下水 這個環節的話 持續個 三四分鐘就差不多了 蛇洗澡非常的快 泡水泡個五六分鐘 基本上 該除的東西都除了 然後可以往水裡面加點東西 例如什麼一些 除蟲的東西啊 或者說點酒啊 或者說電解誌之類的 電解誌一般 我用的比較多的是這個鬼東西啊 他只需要 第一個兩三滴就差不多了 第一個兩三滴 電解誌的功能呢 是可以促進蛇的消化 以及可以幫蛇提升一些 抵抗力什麼之類的 具體有沒有那麼神奇我不知道 但是 科普上是那麼說的 看這個小傢伙 泡水泡到一半 你為什麼停下來了呀 你為什麼還這樣瞪著我 我這次沒有惹你啊 你不要老是想著嘎我行不行 看他那個表情是不是特別在呆 我覺得我的蛇一個月之間 最興奮的時間就莫過兩個點 一個是泡澡 一個是吃東西 然後就沒了 為什麼我感覺這個玩意它好像 打劫了 打劫了 應該沒有打劫 我來看一下 他泡水之後我會特別的溫順 不過大夥千萬不要模仿 盡量不要模仿 一般白娘這個東西會比較兇一點 他今天可能是因為泡澡吧 身體好 才可以給我錄的 泡差不多就要送他回去了 為什麼我覺得他還不想走啊 他頭都不帶出來的 還一直在裡面喘 他似乎玩的還挺開心 他飄起來了 他似乎玩的不是一般的開心的 是非常的開心的 他似乎不怎麼想上來 算了讓他再泡一回吧 呃 我只怕還有十來頭蛇排的對準的洗澡呢 算了 既然你玩的那麼開心 就讓你再玩一回吧 嘿嘿不會 噢 媽 你為什麼就要瞪著我 你這樣彎著頭瞪著我 我很慌的你知道嗎 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覺得他 S型指著我的時候 我總覺得他非常想嘎我 算了 還是 還是離他遠一點比較好 不過他這個表情 真的越看越呆 終於給他洗完澡了 不過好像身子沒有擦乾 不過問題不大 木屑也可以幫助他吸水 等他身子完全乾了的時候的話 這個木屑是自己掉下來的 好啦 洗完一條蛇 還有十來條蛇 等著我去給他洗澡呢 那今天的視頻現在這個位置吧 我先給蛇洗澡去了 掰掰 ollé соб 椅子 好 Cir文